文章出轨的消息曝光后,她与马依丽是否离婚的消息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。 早前就传马依丽基本搬空整个北京的家,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上海家中与父母一起居住。 账户文章只能藏地在上海某酒店内,只能远观,不得近邻。 日前记者在上海火车站遇到了马依丽全家出动,准备去外地散心旅游。 当天现实有马依丽与大小女儿还有父母和家中的亲戚一行六人,显得十分热闹。 一家人有说有笑等待后车大厅等待上车。 记者这次也是首度抓拍到了马依丽小女儿的高清照片。 可爱的小女儿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不哭不闹,似乎胆子非常大。 姐姐爱马与小妹妹也是非常亲热,不时过来看看嬷嬷,逗得大家一片欢声笑语。 虽然文章当天仍然未现身,但一家人的心情看似非常不错。 不管怎样,一切为了孩子,为你们的。 宝宝的关系 宝宝 宝宝 宝宝